请问上师解脱是不是把有感觉的心去掉 如果去掉是不是就是空性 也不是 也不是把有感觉的心去掉 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 佛他有没有感觉呢 也有感觉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烦恼去掉 不是把我们的心变成了一块砖头一样 没有任何的直觉 没有任何的感觉 当然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的心就变成了一块砖头 那有什么用呢 没有用的 所以这个不是把我们的感觉去掉 这是把我们的烦恼去掉 那烦恼去掉了以后呢 就成佛了 那佛有没有感觉呢 当然不会有现在我们的这种痛苦啊 还有就是轮回当中的这种短暂的这种快乐的感受啊 他没有这样子 但他有更高的啊 他有更高的啊 他有更高的啊 他有更高的这个感觉啊 所以佛是有智慧啊 有感觉啊 但是不是我们的世俗的感觉 地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